读书会,所有居士,所有大哥,大家早上好,多名,多佛 很高兴啊,我们这个读书会,让大家非常的感动 因为大家都用一份很真诚的心,很欢喜的心,来这边跟大家结缘 因为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这个善心跟善恋 因此来到这边的环境,来到这边的气氛,就会感觉很亲切 而且就会有家的感觉 因此呢,我们一个团体的成功,不是只有一个人能够成就的 是必须要靠大家的那一份的爱心啊,然后无私的奉献 然后呢,才能够让大家感受到那一份真诚 尤其听到我们特曹廷师姐,回到台湾啊 然后也通过陈聪吾师兄的这个讯息给他 马上到台湾台北火车站了 能够去关怀这个九十几岁的 麦可相当的这个老婆婆 能够伸出这个援手 给予这个默默的关怀 佛华讲的我们为善不亦人知啊 真诚的布施,真诚的助人是不求名的 所以很多人,虽然台湾的报道媒体报道了 但是呢,真正出自行动 真正去关心的到底又有多少人 因此呢,相信啊 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啊 都有很多这些的弱势团体需要帮助啊 那当然呢,今天这个阿婆能够接受到我们的帮忙 表示她跟我们泰国有缘 所以呢,竟然从三千里外的泰国 而且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团体 竟然能够帮助到她 所以我们说一切的姻缘都是不可思议啊 所以呢,如果有姻缘 大家有回到台湾,记得啊,刚好有到台北车站的时候 转个弯去跟阿婆关怀一下 给她鼓励,给她加油啊 因为毕竟九十多岁 我们剩下一个人,真的是很孤苦 很独处啊,很辛苦 因此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之以恒的有种善心啊 或许你的一个去鼓励,一个关怀 就是让她活下去的一个信心啊 人是很脆弱的哦 尤其他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越来越无助 所以因此呢,这种的信心呢,就会缺少 因此我们也需要能够长期的慢慢的给予关怀 那咧,这一段咧,我们咧